我们讲历史 无非还是讲人 所以讲中国的上古史 也是从人开始讲起的 提到这个上古史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 我们华夏民族的三皇五帝 这段时间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间节点 它标志着我们开始从以前的那种 吃着那种野兽 吃着那种生肉 就类似于那种野兽般 如毛饮血的这种蒙昧生活 开始过渡到了文明阶段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 通俗一点就是三个皇五个帝 总共八个人 但是历史上关于这八个人是谁 是各有各的说法 像上书里面说 三皇是福西神龙和罪人 史记又说这个三皇是福西神龙和旅蛙 还有的版本呢 还加上了火神祝柔 水神贡公 总之呢 是各有各的说法 毕竟因为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典籍 过于丰富 历史过于悠久 上下五千年 出一本书 说一下 评论一下 都有 今天我们就把三皇 包括福西神龙 女蛙 这些我们就是历史典籍上出现过的人物 我们都讲一下 我们里有 我有 全都有 好不好 福西啊 他传说生于今天的这个甘肃省的天水市 相传呢 他是人头蛇身 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这个福西女蛙的这个墓葬图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福西和女蛙 他上半身是人的身子 下半身是那个蛇的尾巴 并且交缠在一起 你们注意看一下这个交缠的这一部分 就尾巴这一部分 你看他特别像不像 现在我们有科学发现的这个染色体啊 这个DNA的这个双螺旋结构啊 你们觉得像不像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了 作为这个创世神 成为华夏族的祖先之一啊 也是不误道理的 你看他这个双螺旋结构 你觉得这个就 就就很有先见之明啊 只能这么说 同时呢 福西呢 也是女蛙的兄长啊 他们两个呢 是兄妹成婚 结成夫妇啊 注意啊 这个知识点 兄妹成婚 这以后要考的啊 后期呢 福西他统一了整个华夏的古部落啊 并且树立了我们华人啊 以龙为图腾的这样一个 一个说法 一个形象啊 你看直到今天啊 龙在我们整个华人体系里面啊 还是非常神圣的啊 我们自称为我们是龙的传人啊 对吧 并且呢 福西创作了八卦 用它来解释这个天地万物的一个演化规律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说法 说这个八卦 它其实是一个高维度的一个信息体 在低维度的一个领域啊 的一个载体 一个投影啊 包括后续啊 以八卦衍生出来的一金啊 或者六窑啊 再或者是诸葛亮用的那个奇门遁甲啊 来人不用问啊 它其实都是一个啊 高维度的一个一个一个信息啊 在二维 就是因为它大多是一个平面嘛 在二维的一个载体啊 或者说是一个投影 然后依据这个二维的这个载体啊 来进行一些推算啊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同时呢 福西又创造了文字乐曲 教会了人们捕鱼打猎等等等等 总之呢 就是把原始的人类啊 从以前的那种 类似于那种野兽般的那种生活啊 让它向文明过渡了啊 并且呢 它还发明了这个婚姻制度 明确提出了要禁止兄妹通婚 这个是很伟大 因为它虽然和吕娃 他们两个是兄妹成婚 对吧 但毕竟呢 他们俩是神啊 你们是人啊 你们人类呢 如果近亲通婚 我们现在科学已知啊 就这个近亲通婚之后啊 这个染色体啊会 可能会对后代啊 有一些缺陷啊 所以呢 近亲通婚呢 包括兄妹通婚啊 是不允许的 哎 这个是很伟大的一点啊 总而言之呢 福西呢 是中国历史上啊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创始神 1942年啊 湖南长沙出土的这个楚国博书 马王堆嘛 就明确记载了这一点 因此呢 福西被称为三皇之一 我个人认为啊 是没有疑问的 并且呢 在众多的这个历史典籍的记录中 福西都是魏涅三皇之一的 这点是没有疑问的 神农呢 据说啊 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医学和农业的鼻祖 出生于今天的这个湖北省的隋州市境内 神农呢 为了给人们治病 亲自尝遍了天下的这个草药 把能治病的药啊 收集起来 把有毒的标记出来 由于呢 就经常尝到这种有毒的这种毒草啊 他因此呢 神农也冒着生命的危险 据说最终呢 神农就是因为服用了太多的这个草药啊 积毒太深 不牺牲啊 在今天的这个湖北省的隋州市啊 有建造石农故居 在隋州市的丽山镇 同时呢 包括湖北西部的山区啊 也有一个地方叫做神农架啊 应该都听说过是一个避暑圣地 曾经也传出过 有消息说神农架有野人啊 那很久十几年前的新闻了 说有野人 不管怎么说呢 神农架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叫神农架呢 他源于神农市啊 曾经到这个地方采药 有这么样的一个传说 后期呢 我想啊 就是如果我的频道啊 能够突破一万个人 我就再开一个系列 叫做穿云游记 我就带着大家 用镜头呢 我们去 包括这个湖北的这个神农故居啊 包括这个神农架呀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福西 出生的地方 甘肃的天水啊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总之要 这个频道要突破一万人啊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点击订阅 谢谢啊 穗人啊 他是中国上古时代啊 最先掌握这个人工取火的一个首领 我们先说这个字啊 碎 似乎碎 他念碎 不要念错啊 碎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 它表示的是一种啊 就是我们古代的一种取火工具 它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专业的说来了 碎它又有金碎和木碎之分 我们先来说金碎 金碎什么意思 就是像太阳取火 我们小时候做那个物理实验都知道啊 就是拿个放大镜 对吧 在太阳底下 下面弄一个那个报纸 然后慢慢慢慢的通过聚光 报纸就燃着了 这是一个叫做突面镜 可能我说的不太不太专业啊 叫突面镜聚光吧 大家都知道了 不用再说了 然后古人呢 他当然他没有放大镜啊 他是用的什么呢 用着一个铜制的呀 这样一个尖底杯 然后呢 在太阳光底下通过聚光 他在杯底呢 放这个爱荣 遇到光呢 也马上就能燃烧起来 其实跟我们这个放大镜 它其实是一个原理 就是利用这个光学的这个聚光作用 这是金碎 木碎呢 就是钻木取火 这个我们都知道 哪个木头啊 钻木啊 钻木啊 包括这种摩擦啊 其实也是两个木头之间啊 或者是拿那个应该有取火石吧 啊 这个具体的我不专业啊 就钻木取火啊 碎人呢 他发明的呢 就是这个钻木取火 总之呢 他作为这个最早掌握人工取火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啊 碎人呢 他使我们这个华夏族的这个生活质量啊 那一下子就提升了那好几个级别了 你想想 之前呢 我们还是过着那种如毛饮雪啊 吃着那种生肉 也血乎乎的啊 喝着那种鲜血血内淋的 哎呀 那种类似于那种野兽般的那种生活啊 碎人 哎 教会我们钻木取火了啊 我们有火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肉哎加工烤熟对吧 那最少还有点生活质量可以吃点熟的东西对吧 不像以前哎呀撕的那那太惨了啊对吧 所以呢就标志着这个人类啊 开始由这个野兽啊向文明进行过渡 结束了以前的这种如毛饮雪的生活 开启了华夏的文明之源 这里总结一下啊 在华夏的历史上啊 啊 福西啊 神龙 碎人 作为对我们远古人类啊 历史贡献最大的三个人物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福西创造了人类嘛 包括这个龙图腾 神龙呢 发明了这个医药和龙液 碎人呢 发明了这个取火工具 所以呢 他们三个人啊 我个人认为啊 哎说一下我个人观点 是对这个呃上古的这个人类啊 他们三个属于对推动这个历史进程啊 啊是贡献最大的三个人 所以呢 他们三个人啊被称为这个三皇啊 是我心目中选出选出来的这个三皇啊 啊 当然有其他的观点我也接受好不好啊 这只是我个人认为的三皇哎 福西神龙碎人啊 当然呢 在其他的这个历史典籍里面啊 也出现了啊 三皇的其他人选 包括铝蛙呀 水神贡公啊 还有火神祝容啊 在这里呢 我也用一个神话传说 把这几个人物呢 也串讲一下啊 这什么呢 就是念石补天的这个传说 啊根据啊 这个史记三皇本记的记载啊 注意啊 这里不是司马迁的那个版本啊 啊 这个是唐朝的这个司马真写的啊 因为呢 司马迁 嗯 司马迁版本的那个 也不是叫版本啊 司马迁写的史记呢 没有关于这个三皇的记载啊 所以呢 后面唐朝的这个司马真啊 又 补权了啊 关于福西呢 女娃呀 神龙这些上古神话人物的一个历史啊 这个叫三皇本记啊 扯远扯远了啊 就三皇本记里面记载啊 就说水神贡公和火神祝容啊 交战啊 至于这个交战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 呃 虽人不是教会了人们使用火呢 然后就导致呢 呃 人们就对这个火神祝容啊 非常之崇拜啊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迷之崇拜啊 所以呢 这个水神贡公啊 他就看不过眼 心想啊 你们吃的喝的啊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我水啊 为什么啊 现在就只崇拜这个啊 火神祝容呢 而不崇拜我水神自己呢 所以呢 这个贡公呢 他就越想越不高兴啊 就有一天呢 他就生气之后呢 他就集齐这个五湖四海之水啊 冲向了这个昆仑山 哎 他想把这个昆仑山上的这个圣火啊 给他浇灭 哎 事实上也确实浇灭了啊 浇灭之后 这个全世界啊 他就漆黑一遍啊 但是呢 他不曾想 因为啊 这个水啊 他往低处流嘛 要转眼间 大水就退了 那退了之后呢 因为这是圣火嘛 这昆仑山上的这个圣火啊 又给燃烧起来了 哎 这祝荣啊 心想啊 你教我啊 你敢教我啊 他等火起来之后 他就骑着这条火龙啊 就把贡公呢 就烧的是焦头烂额 这没办法呀 就抵挡不住啊 贡公就一直退啊 退退退退 退到了大海里面啊 但是祝荣呢 还是不依不饶 骑着这条火龙啊 就直冲大海 贡公最后呢 慌不择路啊 他想就毁灭吧 他就 没办法呀 他没辙了嘛 他就毁灭嘛 他就用头呢 去撞这个西方的 这个世界支柱啊 叫不周山啊 最终呢 就导致这个是天地崩塌呀 天河之水啊 就倾刻间就开始注入人间 说到这个天河之水啊 注入人间啊 其实也就是那个 大洪水的上古啊 我们不都有这个大洪水的这个传说吗 像基督教不是有这个洛亚方舟吗 对吧 这他们有洛亚方舟 但是我们华夏民族就没有啊 对不对 但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女蛙 还剩女蛙好啊 就女蛙呀 不忍 就是我们这个人类啊 我们华夏族啊 受烂 受灾 他呢 于是念之啊 这个五彩石去补齐这个天空啊 这叫折神鳖之族啊 称四级 凭洪水啊 杀猛兽 我们华夏族啊 得以安居 后世呢 关于女蛙补天的这个著名神话呀 也影响了诸多的这个艺术创作 你像这个红楼梦啊 就第一回啊 就引用了这个这个这个传说 说这个旅蛙呀 为了补天 总共炼制了就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 但是呢 他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 还剩下了一块 没有使用 这一块没有使用的呢 就转世化身为了贾宝玉的这个通灵宝玉 所以呢 这个红楼梦啊 石头鸡啊 对不对